现在是个民族化的社会 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社区未来发展以及重点 中央政府不但积极推动公民审议参与市预算 也鼓励许多社区以及地方公署能够推动 而积极政公所特别向国发会争取 并选定政内八张社区来办理公民审议参与市预算 在公所争取下不但争取到20万元的经费来办理 日前也在社区内举办宣导以及志工模拟培训 参与市预算的话基本上就是 由民众来去决定公部门的预算 到底要花在哪些地方 那它的样态有蛮多种的 那我们今天在积极社区这边推的是 社区型的参与市预算 那是由积极政公所来去跟文化部申请的经费 那公所这边的话在跟八张社区一起来合作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经费留在八张社区 那由八张社区的居民自己来提案 自己来去投票决定 这20万要用在什么样的经费的项目 那这应该是积极政的社区里面的话 过去应该也是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社区的提案都是由理事长或总干事 来依据中央或地方不同的计划补助项目来去提案的 那过去应该是比较少有机会来听听民众的意见 那这是应该是积极的最早的一个案例 那透过参与市预算的运作的话 一方面可以让社区重新回到社区营造的那一个本质 让民众真的可以一起来参与社区的营造 不单单只是一个被照顾者跟参与者 他是可以把他的声音把它提出来的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社区型的参与市预算 也让公所了解说跟民众之间的互动的话 不单单只有民众到公所去洽工 也可以让公所了解真实的社区民众 他的需求跟期待会是什么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营造过程的话 可以去改变社区发言协会后续在提案的流程 跟他的社区发言协会的体制 让更多的民众一起来参与社区的发展 先议员陈昭玉表示 民主的社会有人名做主 平时社区发展都是由理事长或总干事 来决定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昭玉表示 现在推动参与市预算 不但能够让社区民众参与社区发展 也能够自己决定未来的推动各项重点 我们现在政府所谓的建议都是民族民国 都是八千亿的会广市立税金的市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新的所谓的公民事的参与市的一个预算 的一个作为在地方来提供 我认为民事所谓就是以民为本 民主人民就是相对的主人 所以说在地的文化 要如何去建议 可以真真真实的 世界让我们八千 我们的乡亲 它真正的输入符合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透过这种公民事预算的一个参与 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 不然你看像我们最近在南岛市的绿美桥 开那一支精修 结果平行无麻烦 说那只一个食水无麻烦而已 管理要再开300万 300万还用去很需要的所在 那就是很好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 公民参与我们公共行政 这个很好很好 这个行政 应当新的一个政策 希望大家去共同来提供 如果有办相关的水面会 我们的地方的使用 你们的需求在哪里 请大家永远来参加 不要说这样一个政策 很劳促和决定在后 这里大家都在那里協会 这里还在日子在日子 在那里亡羊补牢 这个都不是百姓之福 八张社区执行长指出 参与市预算是相当幸运的东西 而八张社区在产业的部分较弱 希望未来能够针对产业发展 说明参与市预算 是蛮新的一些计划工作 所以要先说明给居民知道 居民才会知道怎么去执行 或者是说他想要提什么案子 也会去回家跟他家人讨论 提出来让社区 好帮他们去执行这个工作 产业这方面会比较弱 所以我想说产业这部分 做一些类似伴手礼之类的 让社区在一座交流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公所想要出去推广的时候 也可以把我们社区的产业推广出去 镇内有很多的水果 我们说想要做一些果干 因为果干可以培训一些会做果干的一些 自工人员 在社区制造之后 做自己的包装 行销社区 或者是行销镇内的一些产业 让公所或社区 外出的时候 更好去宣传 而在公所的协助下 这项计划已经推动许久 从一开始的原作会议 到志工培训 甚至是讨论环节都相当辛苦 在今年也如愿争取到经费 并特别帮你参与市预算 这次公所大力的来协助我们 这次八张社区参与市预算的推动 主要是因为 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在陆区来做这一项计划的一个 预理了 那我们从去年 这个原作会议开始 就让社区扰动一下 社区居民 他们去想看看 他们社区目前是不是有想要做的事情 那刚好公部门这边 可能没有设想周到的部分 那在今年也如愿拿到文化部的一个相关的补助计划的经费 那可以顺利来做推行 那虽然这阵子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不过我们还是按照计划来做一个推动 那也很开心也很顺利 那在这一次我们经过上礼拜的这个说明会之后 那这礼拜的著名大会到下下礼拜的选举的过程中 这边公所都会大力的来协助社区来做这个活动的推动 那等到票选完毕之后 我们今年的下半年从6月到11月开始也会 针对这个票选活动出来的方案来做一个执行跟推动 今天住民大会的部分也是我们这次参与市预算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所在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是因为我们住民大会主要 今天的工作主要是要提出四个案子 那这四个案子里面 我们希望是有包括文化面的 产业面的 社福面的 以及我们一个开放一个自由提案的部分 那等到这四个提案出来之后 那我们会透过桌长 也就是我们公所还有巨大的学生来做一个工作人员 来帮社区做一个文字上的一个修饰之后 那在一个完整提案出来之后 我们今天会在 应该是最后的阶段会做一个提案发表 那提案发表也让各桌知道说 文化这一面的桌次 那他们提出了怎样的想法 那在产业的部分提出怎样的想法等等 让大家知道 那透过文字化以及互相的沟通协调的状况之下 让社区知道说原来我们在某个方面 其实我们都还有一些努力的部分 新议员肖志全肯定正公所推动参与市预算的用心 也期待透过计划能够让民众更加了解社区的经费运用 积极正公所跟我们中央的国会特别来申请 我们参与市预算的一笔经费 由我们八张社区来做主导 我想参与市的预算就是希望透过社区的居民 来共同了解他们社区的需求 来研议怎么来运用这笔上面的补助的经费 我想这个除了能够让我们社区的民众 能够更切实的了解这个经费的应用以外 同时也跟以往不同的就是理事长或者社区的领导者 由他们来做决定不一样的感觉 让社区的民众能够更深入的了解经费的博用 以及时据应用的情形 相信对提升社区整个我们社区居民的经费的水准 以及让社区民众更加的了解经费的来源及应用 一定会更有帮助 在此次八张社区参与市运算讨论环节中 民众也针对各项议题共同研议 并永远发言建议 希望社区日后发展能够朝更好的方向迈进 现在我们八张社区举办这个参与市预算对社区帮助很大 尤其是老人去住 然后就是社区的繁荣 现在老化 老人老化比年轻人还多 所以有一些老人白天没有地方可以去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些老人在这边泡茶聊天 跳跳舞唱唱歌 这样对社区对地方都很好的事情 我们那一组讨论是讨论那个律动 律动就是拉筋预防老人老化 然后请老师来教课 然后预算就是一个礼拜两节课 一天就是两个小时 而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投票了 执行章表示总工提出事案 并由李明自己来投票 我们从该史公所把那个经费 移住在社区里面 我们就从第一开始的模拟之后 我们就有说明会 说明会之后还有志工的培训 培训就是说在投票当天 需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让民众来到投票所 能够顺利的把投票投完 也完成他们的新那个工作的 想要做的心愿 我们有拿到他们的 这我们有由李明 决定的四个案件 之后再透过我们今天 5月30号的投票 让我们李明自己决定 我们该做什么工作 想要做什么工作 都是由李明来决定 之后要由社区来协助 李明把这个工作完成 因为这也是由李明自己来决定的 所以李明都很踊跃来投票 新议员陈淑慧相当肯定 八张社区的用心 自己的社区发展自己做决定 透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社区的未来 相当有意义 我会提出参与师的这个计划案的用意就是 我们之前的社区都是由李市长 还有总監事提出计划案 向相关单位来争取金会 那这个国化会的用意就是 用参与师的这个方式 让更多社区的居民 能够参与这个提案的选择 所以在目前我们集体正八张里 总共提出四个方案 由我们居民来参与来投票 那经由居民的投票提出了两个方案 所以目前我们八张社区 也接受了国化会补助 一个案十万块总共二十万 在社区里面来做整个业务的一个发展 八张里长邓仲敬表示 这次的投票相当踊跃 里面也热在其中 尤其透过投票的方式来决定 社区未来的发展 相信未来推动后能够让社区更好 今天是我们八张社区 要做这个 做二十万的建议跟建议 是说外长 对于我们八成 对于里面最好的一个决定 让里面有这四个选择 相信啦 这四行选择都不错 这四周提出的成果 我相信每一案子做到 会对我们的里面 大家的共生都有到那些 而以后也说 不像那两个案子的略生 又来完成了 我让这些里面 投票得很高兴 可以说大家来决定这个事情 我现在就是第三案 就是主持人 可以说让老伙传给这些少年 来传给这些少年以后 这些古早米的 可以继续来延伸下去 参与师预算是目前中央推动的方案之一 在地里名来投票 决定社区未来 议员们相当肯定公所以及社区的用心 相信在决定社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后 不但能够让社区更好 也可以吸引更多人投入社区活动 共同来关心社区发展 民意新闻邱平易 专题采访报道